哎对我们顿宝一看这种尺寸的人就害怕呀 你不管他打的好不好 我顿宝很怕怕呀 OK这里是巫通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来聊一下胡人主场对上开脱者的比赛 最后胡人也是以六分的优势险胜开脱者 那从这场比赛的直接观感上来讲呢 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在缺少詹姆斯的情况下 胡人现在是仅仅跟开脱者打一个有来有回的水平 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开脱者这个方面啊 今天派出的十人轮换 我们从头到尾看一遍的话 除了格兰特是上赛季开始的时候就在球队以外 在算上夏普和贾巴里沃克他们两个是作为上赛季的一年级新秀进入到球队 剩下的球员完全都是新面孔 通过这赛季的交易或者是上赛季中段的交易补充来到球队的 所以说在利亚德走后 这支球队现在已经完全进入到了重建期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原因 比如说布洛哥登 小艾芬妮西蒙斯 亨德森 三个承担组织任务型的后卫都没有在 那现在开脱者的整个人员也是向行见走 也是把梅斯从双向合同转换为了一份普通合同 让他现在承担起了整个球队组织的一个任务 再加上隔维的赛季报销开脱者的整个主力轮换阵容当中四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伤病 那其实球队也是被迫进入到了一个百烂棋吧 可以咱们直接点来说 所以通过这个层面也侧面体现出了最后比赛结果上的一个观感 就是开脱者这边对于赢球并没有多么热烈的渴望 虽然这么说会抹灭掉胡人的一些努力 但是确实开脱者这一边在最后没有呈现出来一个 我需要只在一个球两个球回合之内的一个紧迫感 在最后的两分钟那频繁出现什么问题 在梅斯跟艾顿之间的传球 艾顿接球15以后并没有积极回响 然而被普林斯抓住快攻机会打进关键一球 接着梅斯卡玛拉分别造成关键失误 加上艾顿一共三个失误几乎相当于葬送了整场比赛 使格兰特最后投出几个关键三分也无济于事 那既然开脱者现在已经不需要用战绩来约束他们了 那我们就放平心态来看一下各位球员这场比赛的表现 那提出表扬的几个 第一个赛博尔 赛博尔这场球也相当于向市场展示了 我是有一个可以充当3D射手属性技能的一个球员 就算现在开脱者超市如果开张的话 赛博尔现在我也可以昂着头铁人兄走出去 比如说谁想要啊 谁想要3D球员呢 可以来看看我 对不对 众所周知赛博尔一直是一个外线防守极佳的球员 他的缺点就是在投篮稳定性上 在齐柳人时期就爆发的很明显 来到开脱者以后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回升 但这赛季随着一些主力球员的出走 他这个对内地位的提升 包括自己这个刚续约一个合同 给他自己信心上带来的一部分提高 现在出手上明显没有之前那么犹豫了 而且还可以投出一些关键三分 本场比赛八中四的数据 很好的证明了我可以充当这个角色 第二个表演的球员格兰特 格兰特现在也是开脱者为数不多的优质资产 也是那种可以像西西里传说一样 我坐在这个凳子上叼个烟 然后等着各大球队够报价的一位球员 确实他有很强的关键球能力 而且他不需要消化多少球权 你给我球以后运两下 我就可以造成篮下的突破或者外线的投射 是一个极其优质的风险资源 这是他的一方面优点 但是他的缺点也在于这 他无法打长时间的持球 所以他承担不起组织进攻的能力 如果现在这支球队 对于开脱者来讲 想要去更好的一些消化球权 格兰特不是他的首选 所以他们才会把梅斯提上先发 让他去大量组织 所以他们才会去自由市场上 去疯狂的寻找后卫 比如刚刚签下的笔叶 像小纸片人一样 虽然没有什么能力 但是我能持球 现在就是开脱者最需要的 没想到转眼之间 从一个后卫大户 开脱者沦落至此 如果这两位球员 但凡进入到自由市场的话 还希望开脱者的管理层 希望科罗宁念念旧情 想到远在密尔沃基 一位酷爱打拳的源头小子 身边现在缺少一些 外线的防守能力 缺少一些风险的应解能力 如果说格兰特加塞布尔 可以打包换走 可以看看米德尔顿吧 对你来讲 虽然我知道米德尔顿 对你没什么用 但是格兰特和塞布尔 对熊鹿现在很有用 而新资空间的话 米德尔顿仅比格兰特 归一百万 而恰好塞布尔 只比康德顿归一百万 如果两边直接交易的话 马上配平 对吧 当然开玩笑 开拓者很难做出这么亏本的交易 但是如果说塞布尔进入自由市场的话 开拓者肯定可以看一看 那剩下的球员 也就是说表现平平吧 夏普仍然在自己的发展轨地上 稳步的前行 当然确实没有什么亮眼的表现 只能看出他炸裂的身体素质 觉得他一定是会有一些发展的 那梅斯的话 像我之前戏称 开拓者怎么成梅斯的球队了 但是现在看的话 梅斯作为这支球队 为数不多可以组织 可以突破 可以传球的球员 做的还是不错的 我们还是要给他给予一定的肯定 从侧面也说明 比鲁普斯现在的战术体系里 一个组织后卫 或者说一个大量持球的后卫 是必不可少的 这也就引出我们下一个话题 那中锋对于比鲁普斯的战术里 到底是一个什么地位 我们拿爱顿我们的顿宝再来举例 顿宝这场球打得很挣扎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忽人的内线三塔嘛 虽然你海斯和武德打得不怎么地 但是尺寸在这 爱顿我们顿宝一看这种尺寸人就害怕呀 你不管他打的好不好 我顿宝很怕怕呀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直接观感上数据体现出来 爱顿就是在篮板树上 低于他自己的平均水平很多 而且他很记带农眉 在篮下的时候面对农眉 他也不会选择一些强硬的打法 更多是一些勾手 所以也会造成一些被封盖的情况产生 但是我们顿宝也不是一无所长 在第四节一史 我们这个农眉一下去的情况下 顿宝马上站起来了 连得四分 使得农眉在场面开始脱衣服 准备上场了 这时候他刚休息两分钟 这个开脱者也是这段时间 把比分破尽了 但是如果真有一个强硬的内线 在他前面的话 我们顿宝又开始唯唯诺诺了 这跟自身性格是很有关系的 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顿宝的这些属性 导致了比鲁普斯并没有给他大量的战术安排 之前对于他这个奥尼尔式的发言来讲 我以为他正在地会虎虎声威 但是到目前为止来看 除了篮板树上高居联盟榜首以外 剩下的在一些关键球处理和一些强硬回合 需要证明自身的时候 我们顿宝还是没有站出来 赛季还长 这支摆烂球队供你练了 你想怎么练就怎么练 看看你什么时候能拿出 你理想中自己的那个样子 那好 接着我们聊回胡人 毫无疑问 这场比赛有70%左右的赢球功劳 又归功于农梅在攻防两端的极致输出 在防守端 内线几乎是农梅一人单挑整个大梁 对抗开则者全队 不管是你的篮下突破还是阵地战 农梅拿出了一个内线大扎应有的通知力 而且在进攻端也丝毫不含糊 利用自己的内线优势 频繁地在篮下制造杀伤 不管是犯规也好 还是一些墙头的顶进 农梅几场比赛 都是有着可圈可点的发挥 所以说胡人支持球队 基本盘仍然在农梅 那接着说一下胡人变场比赛的一些问题 老生常谈的 胡人的外线三分过于糟糕 很有意思的一个点 在第三节刚回来的时候 胡人突然全队的防线提前了 我感觉可能是忌惮了开作者 今天投出的三分命中率 但是开作者上半场 仅仅投出了21中6 不到三成的三分命中率 胡人这一边不知道在想什么 可能觉得本来不是说好了 咱们两个是现在联盟里头 投三分最差的两支球队之一吗 你怎么今天投出了一个 接近三成的命中率 这竟然吓到了胡人 就说明现在自身的状况 已经有多糟糕了 对面已经三成不到 我就觉得可能是会威胁到自己了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对于胡人来讲 我觉得很难解决 或者说对于这个阵容来讲 解决不了 你就这么几个能投三分的人 但是你选的都不是 这些稳定的三分球员 你交易的时候得到的 这些就是神经刀 基本上要不就是连串 要不就不进 像雷迪石这样 之前在老鹰一点机会没有 摆落了以后 才到开作者的这个球员 在你胡人现在竟然是你外线投篮的第一选择 那你怎么可能会做到一个稳定的输出 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对胡人这方面比较好的建议 只能说这很难平 祝他成功吧 最后我们来聊一下 拉赛和李福斯两位球员 在上赛季的机游赛 包括常规赛末端 在经过球迷们的无限鞭挞以后 拉赛在这赛季重拾信心 而且最近传出了一些很巧妙 包括这一场 传出了一些很精妙的一些传导球 不停的掉篮下 或者找出空位的机会 拉赛尔的视野变得越来越独到 那拉赛尔也是现在进入到了自己的一个进攻节奏里 现在打得更加得心应手 那反观李福斯这一边 如果我们说大水推去有人在裸泳的话 对于李福斯来讲又过于夸张了 他也没有到裸泳这个阶段 但是从场面上来看 李福斯打的确实是没有之前有信心了 包括也没有之前那么有激情了 这赛季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问题 包括采访时候也说了 甘愿接受第六人的角色 也知道这赛季自己发挥的不好 难免的自己的内心会有落差 作为上赛季打出这么一个漂亮的数据 甚至被很多媒体牺牲呼人的三巨头的第三巨头 就是他 这么一个情况之下 这赛季包括之前的瓜队 防守的时候疯狂被针对 使他的自信心受挫的很严重 那这个除了在提升球技以外 还需要看你自身是否有个强大的内心调节能力了 这也是你想成为一个巨星也好 或者说够不到这个层次的话 成为一个联盟 准全面星 或者说一个重要的轮换球员 你需要去经历的这一个成长过程 而且从这张球来看 确实打得还可以嘛 特别是进攻端 也拿出了一个很高的进攻效率 在最后的决生阵容里 也是仍然投包在派你出场 所以说自己内心不要有那么大压力 也不要被外界很多这个话语所感染 调整自身的心态 这个现在对他来讲是最重要的 那好这场球就聊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如果大家觉得说的还可以的话 麻烦给我一键三连 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谢谢大家